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上海也是-0.09 我们再来看一下债券市场 债券市场目前美国的国库债券 三个月的5.4 6个月5.47 1年5.31 2年4.93 5年4.55 10年4.58 30年4.73 十年债券一度走上了5% 但是很快就扑败 那么目前一年的债券在5.3左右 而十年债券在4.58 彼此之间还是有一个大约0.7%的gap 倒挂现象仍然存在 通常倒挂现象预示的未来经济衰退的讯号 那么西德州有77.04 布兰特有81.39 nature gas 3.18 黄金1968块 小麦573块 代表恐慌和摊粉的指数目前在41 41是中间偏少 不过比前段时间跌到了23 24 也已经反摊了17 那么一般来讲 如果到50就代表市场是中立的 美元指数目前105.63 美元对人民币7.27 美元对日元150.56 美元对欧元0.94 目前联邦在这个月是暂停加利息 已经连续两个月暂停了 那么一般的看法 联邦短时间可能加利息就告一个段落 那么当然并不是代表联邦就不能 也不会再加利息 主要是要观察CPI指数的动向 目前CPI在4%到4.4左右 如果能够慢慢走向3 或者更低 那就可以减轻联邦加利息的压力 反之 这联邦必须还要继续加利息 一般的看法 至少目前联邦会暂停 同时目前的利息也应该是 距离所谓的这个cycle的这个peak不远了 那么第二个重要的观察点 当然就是中东的战事 有没有扩大的可能性 以及对石油的这个影响 目前这两天石油是冲上去 又降下来 目前在77块到81块 那么这个价钱比前段时间88块 基本上已经下降了大约10块钱 已经大约降了10块钱 最主要要看中东的战争会不会扩大 以及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事情 有没有比较剧烈的反应 第三个观察点 当然就是公司的获利 目前今年2023年 SPY会赚220块到225块 明年预计要赚240块到250块之间 一般认为可能会在245块 那比今年的220块成长了 这个20块大约有8个percent到9个percent的growth 这是对明年的期待 我是小银翔 我来电话73-988-3888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